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搭乘张曼娟的幸福号列车 列车长张曼娟和您一同分享幸福的时刻 在这种凉凉的冬天 不是很冷 但是有点凉凉的冬天 特别想跟好朋友们相聚 趁着年末之前 你最想见哪些人 赶快跟他们约一约吧 你所搭乘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听到的是无印良品 所演唱的《想见你》 没有你 正是在宣言每一遍 热闹的全都是你的欢迎 想见你 心太急 狂奔拥挤的人群里 多希望下一秒就见到你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想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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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生活只剩呼吸 闭上眼 晃动的全都是你 最近好像打开新闻来看 都是一系列令人觉得不开心的新闻 但是今天很开心的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是什么呢 就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 当男人恋爱时这部电影 以前我觉得说邱泽真的就是长得很帅 但是感觉她不是很有演技 但是最近开始真的对她是刮目相看 从谁先爱上她的一直到当男人恋爱时 我觉得哇她真的是又帅颜值又高 然后又好会演戏 这种好会演戏 我觉得就是一个演员最大的魅力 说真的 其实颜值还没有好会演戏的这个魅力来得大 那至于徐卫宁 她也是一个非常漂亮 而且一个很聪明的女生 那就在今天10号的上午呢 他们两个人抛出了震撼弹 宣布他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 这真是一件令人非常开心的事情 好希望呢 他们可以一起克服生活里面的很多的挑战 能够相亲相爱的在一起相处每一天 总算有一些令人开心的消息了 那我刚刚讲到就是一个演员的颜值固然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会不会演戏还有好会演戏 这件事情可能有点超过颜值 能够带给人的一种感动的力量 就像最近我就觉得好像看台剧 台湾制作的一些电视剧啊什么的 就有一种越来越好看的感觉 不管是编剧也好 或者是演员的演技大爆发也好 或者演员跟演员之间所产生的化学效应也好 都让人看了觉得非常的感动 最近我最常被问到的就是 哎老师你有看华登初上吗 说有啊 接下来就是你有看到第七集吗 有啊 然后他们就迫不及待传一张照片给我 然后我才发觉我的很多学生好友 还有一些粉丝 都把那个华登初上其中的一幕影像 一闪而过的一幕影像拍下来了 那这幕影像是什么呢 就是里面的两位主角 就是凤晓月跟 啊我突然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 女主角 那个有一个女主角叫什么 杨 杨千华 不是杨景华 杨景华对 就他们两个人一起在那个 八几年的时候在图书馆里面借书 然后认识了 那其中有一幕就是 镜头扫过了书架上面的书 然后就出现了 资质通鉴博养板 然后出现了千江有水千江月 还出现了我的海水阵兰 大家就觉得很兴奋 那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 我是觉得很感动的地方是在于 剧组很用心 因为确实那时候海水阵兰已经出版了 而且他挑选的还是海水阵兰最老的 那个版本的书背 所以我就觉得哇 这个真的是很厉害 那虽然很多人都说 华正初上已经太夯了 可以不要再提到他吗 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想要说 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 也是在于这些演员 他们真的都好会演戏 可能也都是到了一个年龄了 就是说他们不是演艺圈的新人 经过了很多年来的历练之后 他们真的都能够把演戏这件事情 跟他们的灵魂好像都可以融合在一起 你会觉得他们好像不是演出来的 他们根本就是剧中的角色 那他们只是在那一个瞬间呢 就是交换了灵魂成为了剧中的角色 然后让我们看他们在 80年代的那些生活的样貌 还有他们的喜怒哀乐 以及他们的期望 或者是痛苦 或者是悲哀等等之类的 所以虽然他只有短短的八集 就是不是一个好像要花很长时间去看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会看他的原因 也不是因为他只有短短八集 很容易就可以追完 而是因为你看了第一集以后呢 你就会忍不住的想要看下去 我觉得是忍不住的想要看下去 一直很想知道 到底故事后来的发展是什么 所以才会一直看下去 那我就觉得 其实前些年来台剧比较稍微低迷一点 那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偶像剧 觉得这些偶像剧的 对啦 他们真的都长得蛮可爱 蛮漂亮的 可是你在看他们的戏的时候 又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共鸣 那这从像俗女养成记开始 把这样一路下来 我觉得大家越来越对台剧 还有就是我们与俄的距离 就是对台剧感到充满希望 和充满喜悦的原因 不是因为说 哦他就是台湾的 我们一定要给他支持 不是这样 而是因为从编剧开始 我觉得编剧就是很接地气的 而且编剧就是 会让你觉得 他们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在 这一群人中间 然后只是把这群人的状态跟样貌 还有他们彼此之间的纠结 表现在我们的面前给我们看到 所以没有特别善情的部分 就是人与人之间在接触的时候 在交流的过程之中 所产生出来的那些小小的火花 跟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的贴近 所以我们就忍不住 想要继续看下去 我觉得台剧让我看到了很多的希望 然后也充满了期待 也希望能够看到越来越多好看的台剧 能把我们曾经生活过 或正在生活过的这个世界 用一种巨细迷移的方式表现出来 而让我们感受到 活着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起码有剧可以追 对不对 好 我们来听到这首歌 这首歌是孙岩子所演唱的 世界终结前一天 世界终结前一天 歌曲 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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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惜拜见 再重蹈一遍 生命的墨迹 是通灵泪滴 穿谁来相遇 谁还在空间 谁祈祷着雨 宁愿在哪里 感谢生活之喜 世界终结前一天 谁还在说 爱就要间隔一遍 不知就快要熄灭 黑覆盖这世界 买一拍一条鞋 铃铛想会太多再见 年岁的地银鞋 是谁在想 今天在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出 我们要来聊聊台湾的寄养家庭 根据台湾世界展望会的统计 指出一胎被试心被试为例 平均每个月就有15个到20个 试医的孩子 他们在等待寄养家庭的帮助和照顾 但是目前我们寄养家庭的父母亲年纪 多半都比较高一点 可能是55岁以上的比例 高达八成 那就显示说寄养家庭的数量 可能会随着高龄退休而逐渐减少了 那以及寄养家庭的招募是有一定的困难 还有年轻的一代呢 并不愿意参与 有这样的一些隐忧 那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在节目现场 邀请到了台湾世界展望会 台北家庭寄养服务中心的主任 朱玉昕主任 玉昕主任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一位寄养妈妈 董妈妈你好 嗨 孟坚老师好 诶 董妈妈声音很清楚 OK 好 今天呢我们请两位来啊 其实就是想要跟大家来 就是宣传一下这个 我们台湾的寄养家庭的一个现况 以及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寄养家庭 能够加入啊 那在我今天还没有见到两位以前 其实我 我很年轻的时候 就一直很想担任寄养家庭 因为我没有结婚没有小孩 但是我很有爱 可是我那时候一直觉得 因为我没有结婚 所以我又没有小孩 所以我没有资格去担任寄养家庭这个工作 那结果今天呢 遇到两位以后 我才发现原来我的想法是错的 这个我们待会再聊 但是我们想先请我们的主任 好 就是预兴主任 那跟我们说明一下 什么样的孩子需要去到寄养家庭 在我们这边安置的孩子 通常都是家庭可能有发生一些变故 比方说父母因为重病 或是说意外的事故 或是入狱 或是经济很有一些困难 然后造成他可能情绪比较不好 然后有一些的不好的习惯 比方说酗酒啊 用药啊 然后就没有办法好好地照顾这些孩子 那当有人通报了以后 可能现在都打113 通报 然后社会局就会介入警察 都会介入去了解 那就是去确认这个家庭真的在功能上面 没有办法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环境 甚至会对孩子做一些不当的 一些肢体上的 比方说打他 有一定家暴的情况 对 让孩子可能没办法好好的 可能身体就比较瘦小或是受伤等等 那这样的孩子 可能政府就是有一个责任 就是需要把孩子带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然后慢慢让他的身心 可以得到一些的修复 然后一方面呢 政府又会另外一批社工 会在这个家庭里面帮助他们修复 如果这个家庭的功能恢复起来了 那孩子有机会还是 可以回到原来的家庭嘛 那所以其实 这个是有政府在后面等于是支持 然后有我们 台湾世界展望会来接受各县市的委托 然后来做这样子的一个 开办这样的一个家庭寄养的服务 所以你们比较像是类似 好像仲介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嘛 就是说把孩子等于是带到一些寄养家庭里面 然后寄养家庭这一边都是由你们来负责寻找 或者是负责安排对不对 对我们需要在整个社会区呼吁一些人 能够来加入寄养家庭 当然我们还要去审核一些基本条件 因为基本上这些家庭一定要爱孩子 喜欢照顾孩子 然后经过审核之后 我们会要要他试着照顾什么样年龄层的孩子 性别 然后我们会做我们叫媒合 然后配对 让孩子能够到一个比较适合他的一个环境 对然后慢慢可能这样的照顾时间比较 不会太长 对因为拿家庭功能恢复了 我们还是会让他回家 对 或是家庭确定很快 确定他没有办法恢复的话 孩子我们会安排 政府会安排他出养 就是被好心人家收养 对 那在安排这些收养家庭的时候 也是需要 还是需要有人照顾他 那寄养家庭给扮演这种 暂时照顾这些孩子的角色 OK 好 那今天董妈妈呢 来到我们的幸福号列车 就是董妈妈是寄养妈妈嘛 那请您谈一下您的寄养的经历 您已经从事寄养妈妈这个工作 有多长的时间了 96年开始的 民国96年吗 对 OK 那为什么您会想要来 从事与寄养妈妈的工作呢 这应该是 大概二十几年前 我的大女儿在幼儿园的时候 那她同班同学有一个妈妈 是就是社会局的科长 哦这样子 就认识就对了 对那她一直跟我讲说 诶那个既然家庭很缺乏那种幼教 因为我是做幼教的 哦 对 她说很缺乏那种有幼教背景的家庭 嗯 她一直鼓励我去 去申请 嗯 那我听听就 因为孩子还小 那时候就没有 没有想过这样的 要去行动 对 那等到我老二 呃 上高中 嗯 有一次在去买菜 在路上又碰到她 这是缘分吗 她又讲了 嗯 虽然她是那时候她已经是离开那个工作岗位 嗯 但是她还是又讲 她说 诶 啊你有没有想要再去申请啊 我讲 诶 好像老天有这个意思 嗯 要我走这条路 好那我就 我就说好那我去 先去看看 对 看一些那种法规什么 我都不知道啊 是 所以 诶了解以后 那回家就跟家里面的人讨论 嗯 跟我先生跟两个孩子 我有两个 自己有两个孩子 对 那他们一听就说好啊 那一口答应 嗯 然后刚好 那时候我自己搬到那个南港山上 是那种独栋的 哦 有有五层楼 然后有自己的庭院 哇 那刚好就是 空间也够 有很多空间 对 啊所以那时候就 就就就去申请 这样子 嗯 那您最初申请的时候是 呃 寄养几个孩子在家里 那最多的时候会有几个孩子啊 最多的时候 三个 哦 常态性三个 但是假日还会有 来喘息的 谁来喘息 小朋友来喘息 对对 从别的寄养家庭来喘息 哦 是哦 对 OK 哎 为什么 于心主任 为什么要从别的寄养家庭来 懂妈妈家里喘息啊 因为寄养家庭的服务 其实算是一种自愿服务 嗯 他其实一年365天是全年无休的 对 对 他不是说有六日就休息 因为照顾孩子的工作都是 全年无休的 所以有些家庭就是也 呃 要出国 或是家里有些事情 哦 然后他需要请假 嗯 所以请假 那这个孩子就会带到另外的家庭里面去做 对这个暗示他的家庭来讲是喘息 了解 对 然后因为大家都有经验 所以会请另外一个寄养家庭支援 就互相帮忙 哦 了解了 那懂妈妈我想请问啊 因为这些孩子可能都是来自于 本来就是这个基础不是很稳固 或是有点虚能的家庭嘛 那他们来到你们家里面以后 是否会有什么样的状况会让你觉得有一点挑战 或者是说 哎 我没想过事情会是这样的 有吗 挑战其实说真的 很多 非常的多 我看你皱着眉头就知道了 真的非常的多 对 呃 然后还有的那种不断出现的行为就是偷窃 对 那就是你只要带他出门 你常常都要呃 他偷了以后你才因为没有当场看到 那偷完了以后回来 那你就要带着他不断的去赔 赔着他一直去赔钱啊 去还东西啊 就这样 那像这种行为怎么纠正呢 就这么其实很很难说叫他马上断根 对 那只能就是呃 发生一次 然后就交一次 发生一次交一次 然后让他知道 呃这个行为不对 嗯 然后也知道 因为他们通常会怕他们一做了以后 我们发现了以后会会被处罚 处罚对 我发现他们都很怕被处罚 因为他们可能都是从处罚走过来的 对对 那所以呃如果他发现说 慢慢的你不处罚他 但是你还是坚定的一直告诉他 告诉他 然后一直陪着他 不管他做几次 你就是就是这样一直坚定的陪着他 一直去不断的去跟人家道歉啊 然后他利用钱也要拿出来赔啊 嗯 他慢慢的会减少一些频率 但是不会完全断根 嗯 了解 好 呃预兴主任 因为可能很多人会想说 我们家里已经有小孩了 那我照顾我们家的小孩 其实已经有一定的花费 我怎么会还有余力的去照顾别人的小孩 所以在进养家庭这个部分啊 当进养的孩子们来到家里面以后 是否会有政府的一些补贴 或是其他的费用的提供呢 有因为既然安置服务是政府的一个政策性的一个服务方案 所以他会有每一年都有定期的一个预算的边列 那他的一个每个月照顾每个孩子每个月都会有边预算 不会增加家里的负担 那这些预算都有公 这些额度都有公告在各县市政府社会局的网站上面 因为每个县市情人都不太一样 对 对那所以呃 政府也希望说 呃让一个家庭照顾一个孩子 不要增加家庭太大的一个负担 那些钱其实都是够用的 嗯 呃 刚才有讲到说 现在很多都是55岁以上的家长嘛 所以这些55岁以上的家长 其实在刚开始接这个寄养家庭的使命的时候 应该都还是比较年轻 对不对 我就觉得很很奇怪 就是为什么现在寄养家庭会越来越少 那为什么年轻人可能想要去投入这个寄养家庭的这个想法 或者是热情是不如以往 所以等会我们可以借由一些已经发生过的案例 好 不管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 我们都可以提出来谈 让大家更加了解 呃 如果你想要重新寄养工作 那你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 像我们刚才讲挑战 好 或者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得更好 又或者是这个期限到底是有多长 因为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寄养家庭 但是对我们来说 它还是一个有一点遥远的 有一点不太了解的 一个很神秘的一个存在 所以我们待会再继续来聊 多么小的虽然 事情就为何又流失意心痛 可是为什么我习惯了 绝望了看一起生活 打开了电视机 有残酷有愤怒 怎么少了点温度 把我显不够 却让我的心更失落 我们的天空 少了到彩虹 我会真心长 让你们相信我 让地球转动 拥有百分之九十九 就少了你的百分之一 就少了点感动 把爱说出口 人们太知识太沉默 但只要相信美好的一天 不会只是传说 爱让地球转动 爱让地球转动 让宇宙为我们震动 一点点付出 让不公平的世界变不通 让爱去常用 跟着音乐和节奏走 愿意相信爱就能够 让整个地球转动 爱让地球转动 爱让地球转动 爱让我的心转动 很约欧雅大陆 有人哭 有人没天安而受冻 南非的贫穷 卑美的挥霍 东亚无情炸火 看同一片星空 我们却是过两个宇宙的生活 占据了幸福 难以忽略的感受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 是曹葛所演唱的 爱转动 其实对啊 能够转动的才是真正的爱 而且爱是越给越多的 今天呢 在我们第二个小时的 幸福号列车 我们邀请到的是 台湾世界展望会 台北家庭 寄养服务中心的 朱玉鑫主任 以及寄养妈妈 吴芝萱 大家都叫她 诶懂妈妈 好 对 好字头一个 宜兰的宜 宜兰的宜是不是 我们打错了 对不起 吴芝营 好 懂妈妈 好 先请玉鑫来说明一下 就是孩子在 被就是被 等于是被救援出来 或者是说就是脱离 原生家庭 暂时脱离 然后进入一个寄养家庭 说她一定会有很多的不适应 她可能会有很多以前的习惯 等等之类的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在你们所看到的这些故事里面 你们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例子 可以跟我们说明 然后可能寄养家庭 所以她们在于物质上面的一个不满足 还有显现在物质的东西 比方说 她们透露大概都是铅笔 零食 玩具 这样 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说 她吃的不满足 所以到这两家庭的时候 她们就是会 吃很多 吃很快 就好像感觉这餐不吃 下一餐不知道在哪里 对 那曾经就是我记得之前 在跟董妈在聊的时候 她有提到一个小女生 刚来她们家 也是一直吃 她是吃汤圆 她好好吃 第一天 第一天 那时候多大 你还记得吗 她那时候来是四岁处 四岁处 很小欸 对 她很爱吃她那个汤圆 她有提醒 她爱吃麦 吃麦 但是小孩子就是那时候 就觉得就是 就是一直吃 对 果然到晚上的时候 就不舒服 就半夜起来就吐 吐了 哇 她说那个吐 董妈说行 那个吐 盆的这样子 就喷的 对 对 那味道一定是不好闻嘛 对 当然 然后董妈就赶快要亲啊 什么的 然后那个小朋友就 愣愣就看着 董妈说 你不打我吗 然后妈妈 那个时候 她表她的心是心酸 那妈妈有想要打她 就是觉得很心酸 小女孩 你已经 这样已经不舒服了 对 真的难受 对 通常呢 我们的妈妈讲 自己的孩子 一定就说 就跟你说 不要吃那么多 不要吃那么快 其实不听 小时候妈妈 还打下去 跟你讲那样不听 已经不舒服了 还被打 对 所以就更加 就对这孩子的 那个心疼 跟那个怜悯 她就跟这个孩子说 你都已经很不舒服了 好 来 我们把这个 赶快清一清 所以刚刚 董妈 就要说 像偷窃 为什么要讲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就是要不停地讲 说她可能之前 不知道这个是不对的 东西你的 我的 她觉得就是 不知道要用钱 因为小孩子很少说 去花钱 去使惯去买东西 大人在付钱 所以她不太知道 那么一个东西 可能会需要 钱来教育 或是说可能父母亲也是用这种方式 她也是学习到她自己的父母亲 去拿这些东西 她觉得是拿 她可能不觉得那个叫偷 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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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整个一个社会的规范 她不是说那么的清楚 那人都不喜欢被约束 所以到这两家庭 你跟她讲这些东西 一次两次 她真的不太能记住 因为她就是要快乐 她就是要当下立刻的满足 对 所以这两家庭在这里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使命 就觉得看到这些孩子的需要 看到这些孩子的匮乏 他们会去想说 那我可以给她什么 我可以用说的 用教的 甚至在给她适合适量的 然后慢慢去陪伴这个孩子 久而久之后 她会知道说 原来你们家里是这样的生活 原来我可以这样的生活 原来这样的生活也不错 她慢慢就能够融入这个家庭 刚刚曼隽老师提到适应 她习惯了 她慢慢就能够适应一个新的 一个生活的方式 那对这个孩子来讲 那是一个不同的体验 然后她也发现说 她得到的是被肯定 然后那个眼光是 就是被 觉得说被怜悯 但是那个怜悯 她觉得是被爱的 是被爱 对 她觉得有种幸福的感觉 觉得有人在乎我 有人关心我 原来她叫我 不要吃那么多 不要吃那么快 真的是为我好 不是不给她吃这样子 对 因为吃了真的会吐 肚子真的不舒服 对 她一次两次 当然不是一次就都改过来 但是慢慢慢慢的 那个安全感 那个信任感 就在这过程里面建立 她信任了 以后妈妈说什么 她就是会 都愿意 对对对 然后她就可以 生活会有更好的可能 对没错 因为主要我想是 因为孩子就是会人 就是很容易去重复 自己原生家庭里面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会有政府介入 或者说我们展望会的帮忙 让孩子们知道说 原来家庭的样子 不是我的家庭的样子 原来家庭的样子 可以有另外一种样子 可以有很多的包容 可以有很多的爱 那我也很向往 我希望将来 我有家庭的时候 我也可以这样子 对待我的家人 那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 很大的世界的一个改变 就是改变了世界 好 那刚才我们也想要说 请到这个董妈妈来 跟我们聊一下 她自己个人的一个 寄养的经验 那刚刚讲到这个小女孩 也是在您家中寄养的孩子 是四岁多吗 后来出养了 出养到意大利去 哦真的 跟哥哥两个人 两个人都被意大利人 所收养对不对 太好了 好 那我们要来讲到 就是她男生了 因为男生可能他 真的就 因为男生嘛 有的时候本来就不像 女生那么容易 好像那么容易教育 这样子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反叛啊 或者是什么 有自己的想法 那您是否有 就是在家里面 既养过男生 可能刚开始 不是很容易搞定 但是到了后来 反而一直都有保持联络 好像对他来讲 你就是他另外一个妈妈 有没有过这样 温馨的 我们要来讲一下 温馨的一个经历 有没有 有有有 从黑暗 然后慢慢走向光明 是 这个小男生 他来的时候 才五岁半 那他刚来的前半年 他这个手指头 十只手指头 没有一支是肉是看起来是好的 都是血肉磨火 他每天啃 啃 对 然后大概半年的时间 他晚上不会躺下来睡觉 嗯 他自己一个人 就是晚上会把 我准备给他放被子的那种箱子 他就把箱子都清空 然后就蹲坐在里面 蹲坐在箱子里面 对 都不躺下来 然后我都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躺下来好好的睡 躺下来不是比较舒服 他说我怕醒来的时候 看那个天花板不一样 他不会表达 嗯 那就是他一直不断被转换 可能有时候醒来 因为他去过太多不同的地方了 对 后来真的到半年过后 他才慢慢慢慢的 也不是一下子 就 偶尔他 他常常 因为我们家五层楼这样子 他晚上我们睡着了以后 他就是那种夜精灵 自己游走 对 就在整整栋楼就这样子 对 然后你到处都可以看到 他去拿糖果吃的 然后就到处丢 然后问他 是不是你吃的 不是 但是 所有 但是就是他 对 那就这样子 然后不断的偷窃 他这样从 从那个家里到学校 大概一条路走 大概十分钟左右 嗯 他可以从第一家 骑 偷骑脚踏车 到第二家换第二 第二台车 然后一路到学校 偷了五台 我们能说什么呢 是有天分 不是 没有啦 哇真的喔 对 所以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就常常 必须要 陪着他真的 一路 一路道歉 一路道歉 一路陪 这样子 所以 真的 而且是 每一个礼拜 我都陪着他 做亲子之商 没有一次断过 你要陪他去做亲子之商 对 OK 但是这个之商 对他来讲 可能他里面烙印的东西 真的没有办法 完全清楚 对 那这孩子到现在多大了 他还有跟你联络吗 他现在已经独立专案了 就是18岁了 那18岁他就必须要自己到外面去过自己独立的生活 那现在是 已经都自己租房子在外面住 有在工作 对 他之前 他从我家转出去的时候 是要上国中 那就常常会 从机构里面逃走 逃走 没地方跑 到最后一定是 又回来 到我家 然后呢 每一次都是 从我的手上 再把它交回去给机构 那就这样 那但是他到 自己独立以后 有一次他就带着女朋友回来 他就跟女朋友说 好感人 说 我以前回我妈妈家都是 就是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没办法 我才会回到我妈妈家 但是今天不一样 我就说 怎么不一样 是怎么样 是带媳妇儿回来给妈妈看吗 然后两个人就 就觉得 好像 真的是这种感觉 这样子 所以这也是 作为寄养家庭的妈妈 或者是爸爸 蛮感到既骄傲 而又安慰的一刻 虽然说 其实寄养家庭 这条路并不好走 但是真的有非常多的孩子 是非常需要寄养家庭 来伸出爱的援手 我们待会再聊 你说搭乘 那是第二个小时 对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 张曼娟 2021年 不管怎么样 也即将进入尾声了 不知道您这一年 来过得怎么样 其实在我们的 社会上面 还是有很多的角落 还是有很多需要 跟等待帮助的 老人 大人 或是孩子 那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 台湾世界展望会 台北家庭寄养服务中心的 主任 郁昕 以及寄养妈妈 她是懂妈妈 来到我们幸福号列车 来跟大家聊一聊 台湾的寄养家庭 因为台湾寄养家庭 已经有渐渐变少 跟有一点 也可以说是有点老化 对不对 就是台湾人口老化 我们寄养家庭 也有一点要进入老化的状况 怎么办 还是有这么多的孩子 非常的需要帮助 那刚才我们也听了 董妈妈分享自己的故事 就是当这些孩子 他们长大了 他们懂得了爱 他们回来 在不断的向你表示 感谢或想跟你分享 他们生命中美好的时候 那这真的是作为一个寄养家庭 最大的喜悦跟幸福感 欣慰 对不对 但是像我之前说的 我一直以为 像我还年轻的时候 我一直都以为说 我是没有结婚 所以我没有资格 我单身 我没有资格 来成为一个寄养家庭 但是到底寄养家庭 是需要具备 有什么样子的资格 这个部分可能要请 于心竹人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是 其实曼杰老师的感觉也没错 在早期确实寄养家庭 就是比较都是双亲 然后早期他也会要求说 妈妈要是家庭主妇 就是家管 我们小时候家管 妈妈家管的人非常多 都是在家里照顾孩子 那是后来因为寄养家庭 真的招募不易 不容易 那像现在双亲家庭很多 父女出来就业的 甚至二度就业 子女长大之后 他就想要就业 然后会给家庭 有些的增加一些收入 甚至都有一些的旅游的规划 就是比较会重视养生 还有自己的一个生活 追求身心健康这样 所以既然当时招募越来越不容易 所以开始渐渐就 那我们能不能再扩大 一些的招募对象 比方说曾经也提到说 要单身 但单身他那时候附带条件 可能就是要专业 像特教老师 如果懂妈妈 他那个时候如果是单身 他是特教老师 幼稚园老师 他可以用他的专业去理解 去了解这孩子 那觉得说这样子条件也可以 但是到后来 其实现在在台北市的话 这块其实也是拿掉 如果你单身 但是你不用有特别的一个专业 照顾孩子的专业 那就是会客观的去衡量 你的一个照顾的支持够不够 因为单身确实说 可能我们都有长辈要照顾 那或者是说我们比较没有说 配偶帮忙我们负担家庭经济 然后或是说一个替代的人手 刚刚讲说传息 就是我累了我也需要休息一下 那我们如果有夫妻的话 可以说 那妈妈去看场电影 爸爸在家里带小孩 有什么之类的 但是单身的话就会比较辛苦 这部分就是都要有一个考量 那其实现在人单身的 单身的人比较都是自己的选择 他有他自己生涯的一个规划 那有一些会愿意照顾孩子 愿意希望有孩子来陪伴的话 这个他们就会考虑来申请 单人寄养家庭 确实有孩子可以陪伴 可是这孩子同时也是一个挑战 没错 对因为其实蛮多的单身 他最会选择收养一个孩子 永久的 但是寄养他是阶段性的 可能一年两年三年 那其实他必须要面对很多次的分离 那分离那你情感已经投入了 可是确实要面临到分离 那有时候孩子结束安置的时间 不见得就是他股中毕业 长大了 他可能就是小学 或者是他要出养 可能五六岁他就要出养了 也许这孩子之后就再也记不得你了 因为他到了新的环境 他不会再记得你曾经是谁 可是我这样讲说 可是你的照顾他 不管是一年两年 你对这孩子的 全心全意的一个付出 你爱他 你关心他 会在这个孩子的生命当中 他了解那种感觉 他经历过那种感觉 所以将来他的收养父母 对他好的时候 他能够很快就能够去 接受到这个善意 这个好意 会帮助他在新的环境 做一些的适应 所以如果说 不管是单身或是双亲 就是在这个分离的一个调试 他是对寄养家庭来讲 他虽然很短暂一两年 但是他也告诉我们 即使这个孩子这么的难待 他总会有结束安置的时候 两年后他可能就会离开了 有利有弊这样 对对对 就是总是会有一个 停止这种互动的时候 那有一些 有机会的话 可能他成年 他还记得你的话 那他的回馈 像有些 我们有一些的 听到有些寄养家庭 他还帮我们结案的孩子 做月子 他结婚了 生孩子 他说我妈妈 没办法帮我月子 可不可以来你家住一个月 帮我坐月子 那这个都是义务的 他们讲好就好了 因为他就是离开 离开寄养体系 然后请寄养妈妈 能够帮他 帮他坐月子 或是就是常常 过年的时候 都会来家里面吃团圆饭 他觉得说 像我们有一个国手 陈昭俊 对 他今年是28 29岁了 他今年才刚拿到那个 三千障碍的一个 第一名 金牌 对 那他是大概小一小二的时候 租到寄养家庭 然后他结束安置的时候 这他很幸运 住了七八年 他大概到国中毕业 因为他要进球队 进球队就是要住校 那个时候才结束 结束安置 那其实在结束的时候 都会很舍不得 因为关系都已经建立 是孩子很舍不得 孩子舍不得 对 说你为什么我才国中毕业 我又还不会赚钱 我就要走了 对 我还没独立 你为什么要这样 那当然那个结束安置 就是社会局 他有一些的评估 想说可能学校的照顾的环境 其实可以足够 指引这个孩子生活的 一个需要 所以他其实那时候 国中毕业 刚最叛逆的时候 所以他花很长的时间 去调试他这个心情 那后来寄养父母 没有拒绝他 就是他周末 还是都会回到寄养家庭 他也叫妈咪 虽然说其实寄养的工作 已经结束了 但他们真的就建立起来 一种家人的关系 对 因为我们没有去禁止 但是也没有去要求 他们你一定 这样 父母你一定有义务 你一定要去继续 关心他到什么时候 其实没有 但是我觉得有些的孩子 你就要知道 就是跟你就很有缘分 你就会很想要 他也很念 很秀经 对 对 有些是跟你吵得要命 可是其实结束之后 他反而非常的想念你 非常爱你 他从来觉得说 外面好辛苦 我在以前在家里面 吃吃饭都不用担心 都煮得好好的 我现在在外面 还要自己花钱 去买早餐 要吃什么 再怎么吃都觉得说 还是家里面最好吃 对 那反而那种关系 是在结案之后 更好 对 对 那赵俊也 也是这样 他后来在选择 要不要进那个 走田径 做一个职业的 一个运动选手的时候 他跟家长妈妈讨论 家长妈妈都支持他 就说无论你做什么 决定我们就支持你 所以他挫折的时候 回到家也是有了安慰 然后有哥哥啊 然后有爸爸妈妈 然后还有一些的 其他的季养的孩子 做一些的互动 所以 在这个部分 给他自立生活之后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 安定的一个力量 没错 好 最后一分钟 我们想请朵妈妈来说一下 如果重新选择一次 你会不会成为 寄养家庭的妈妈 会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从寄养当中 其实我 不是我给他们的多 是他们给我的多 他们给你什么 有很多那种 你从来不会去 想到 其实人生真的有这么多的面向 对 然后从他们的身上 会 看到很多的 你从来不知道 这样的苦难 在这样的孩子身上 竟然 他真的就是要这样带着 带着过他的一生 所以 这个当中 让自己 的心 有时候就 因为这样会更柔软 你的结论说得非常好 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 寄养家庭的服务工作的话 可以联系 台湾世界展望会 家庭寄养服务中心 电话是 0225851195 或者是上网 应该也可以有相关的资料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来到我们幸福号列车 感谢 谢谢你们 我们现在听到 这是张旭有所演唱的 在你身边 也感谢大家搭乘两个小时的 幸福号列车 我们下礼拜见 哈喽 有所准备 它就轻轻的出现 却踪迹了我的视觉 以为丰富的经验 能让我度过一切 我正想的站着 撑着却不住的后退 从来没有什么眷恋 从于现在我才发现 我的心里有个角落 我在等着你的出现 眼前早已失去警觉 任你轻易坠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还不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